快快看 沒鎖 快快快快 走走走走 起床了喔 起床了啦 不是起床 現在已經小了一點了欸 然後你們沒鎖欸 我沒有在鎖門啦 歡迎大家 好早好累喔 一起來就喝可樂 他有把那個 金都殺一殺 我想要振作一下精神 哈囉 大家好 這是MC 阿波熱狗 差不多先生 平民百萬個星 S 金美任的阿華 金美任的阿華 寂寞的小水怪 OG讓你的大叔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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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 NIT 其實之前就是有上一個 那個 那個叫什麼名字啊 對 九九妹秀 不好意思 九妹大哥 去上節目的時候有講到 家裡的設計跟裝潢嗎 很多個民朋友都對 我家的設計 或者是我家的樣子 很好奇 一個成功的音樂人 有名的饒舌歌手 一個父親 他的家到底會長什麼樣子 研究大家來看一下 我家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因為其實很多人知道我有在收玩具 可是不知道我的玩具大概有多少 其實客廳就有兩面很大的展示櫃 先給大家那個簡單這樣子看一下 對我覺得因為今天最主要不是介紹玩具啦 是介紹家裡 所以如果大家對我收集的玩具有興趣的話 其實改天可以來做一集就是玩具特輯這樣子 這邊有一隻很變態的啊 給大家看一下 夠變態夠債吧 這個叫做魔改 好改天再介紹玩具啦 對今天這個不是重點 是不是除了這兩櫃還有別的地方啊 你說玩具嗎 要介紹那麼多玩具喔 好來來來來 這是我最喜歡的一個玩具 Elsa Elsa 好漂亮喔 Elsa 雪寶來了 雪寶來了 你不是很討厭 而且你到處都是LadyGo嗎 不好意思 你冒犯到我啊 我覺得我們家的這個客廳的這個地板 其實很特別 像我爸我媽 他知道我客廳要鋪設這個地板的時候 真的是嚇都嚇死了 這看起來這麼髒的地板 你怎麼會選這個地板來鋪 我希望你知道那種口香糖棉過的那種感覺 之前家用跑的時候 會有那些那個家具 訂購他們來嘛 然後我們看到的地板都是 非常的讚嘆 就是覺得 哇 敢選這個當作客廳地板 我覺得他們覺得很苦 而且覺得很好看 我也喜歡那種 有設計感 就是很像藝術品的這種家具 因為其實我本來還是一竅不通的 那等到因為我是買預售物嘛 我真的快要交入的時候 我發現不行不行 我要去研究一下這個設計 然後家具 對就比如說像這個地毯 這個地毯是 一個來自荷蘭的一個牌子 它叫做母位 MOOI 如果你喜歡這種比較搞怪 比較前衛 哇他們家的家具 真的是 我覺得超屌 那時候一看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哇這地毯好漂亮 我好喜歡 我一定要在家裡擺一張 我的門口有一張丹尼 他這個椅子非常的特別有名 也是非常經典 他是焚燒 焚燒 他的這個紋路 他是真的拿椅子 然後去用火 這樣子燒燒出來 所以他做出來的 每一張的感覺都不一樣 可以問他的金額嗎 我覺得我們今天 都不要講到金額 不然我怕那個 你知道很多網友酸民 就覺得我在炫富 我在炫什麼 對我們今天 純粹講設計 最佳的熱愛 我這張是大概六七萬啦 我覺得我們今天 都不要講到金額 如果你要看不起我的話 也沒有關係啦 這張六七萬啦 我跟你講 這地毯 三萬啦 這一個椅子 二十萬 就是這麼扯 每天晚上無聊的在那邊搖搖搖 等我死掉的時候 我靈魂就是在這個椅子上面 然後我要介紹一下 我們家的冰箱 我確定只要擺上這個冰箱 就是帥 就是他是一個非常經典復古 那還有各種顏色的一個 就是這種復古式的冰箱 那他的造型就是 就是屌 就是很可愛 就是很喜歡你知道嗎 可是大家的缺點 也顯而易見 因為比較小嘛 他的容量各方面 就是比較小 比如說他的冷凍櫃 就這麼一點 欸靠腰老師 怎麼回事啊 什麼都是 要清一下 要清一下 可是沒有關係 為了要在家裡 擺這台冰箱 他比較小 所以我這邊 還有一個冰箱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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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放這台 我又去搞一個冰箱 就是非常的 不切實際這樣子 比如說像這個泳汁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 透明材質 或者是這種比較 金屬感的 你知道就是 其實這跟我收集的玩具 他是有相互呼應的 他是來自一個義大利的品牌 然後這個牌子 很著名的地方 他就是用塑料 然後就是這種透明的材質 就比如說像我這個 這邊這個邊桌 這個邊桌啊 我的沙發 他其實也是這種 塑料透明的 然後呢 就是一個 成功的 老神歌手 一個成功的音樂人 一個成功的父親 一定要有一個 很帥的宿舟 這邊這個區域呢 就等於是我 寫歌 造飛機的地方 什麼叫做造飛機呢 我沒有講什麼啊 你為什麼要笑得那麼猥褻這樣子 還有為什麼這個會在這裡 你們把這個帶來幹什麼 還偷偷放我桌上 其實他這邊桌角 是一個老的 柴火舞機 這個是歌迷送我的 那時候去巡远的時候 歌迷送我的 然後就把他放過來 然後這是一個 來自法國的 古洞燈 之前常常秀斗 因為古洞 對 然後這個鐵櫃 是故意做這種比較秀石 然後比較工業風 然後裡面是一些 AV女優的一些公仔 Adao Superstar 這裡還有 這都是一些比較澀的 然後其實這邊有一台很特別的 是這台打電動的機器 它真的是手繪圖的 就有點像以前 你知道以前那種電影海報有沒有 它是用手圖的 好 先打一把 小胖幫我拿一個椅子過來 拿紅的那個 你們打這個遊戲都選誰 我一定選我朋友大圓的 一張長角就對了 有沒有 沒有 十四秒內解決 掰掰 三國志也超好玩 我可以畫一個晚上來打這個 還會戲啊 掰掰 好啦好啦 不打電動 不要玩了 關掉 其實這邊 有一個宴會港 偷偷跟大家講 我的私房錢就藏在這裡 私房錢就藏在這裡 最危險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好 那你要換地方了 對 所以其實我家裡面 很多的一些家具或單品 都是去那種古董家具店找的 譬如就像這個太空年代的一個桌燈 對 就是很可愛 然後這些就是一些 老的一些 藏寶箱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箱子 你看那邊也有 那它裡面可以放 有放東西嗎 放屍體啊 我想看 有沒有 沒有 你完全沒有盒子 所以盒子你都會咬 都是射的啊 欸 又是射的 不會 又是射的 一個成功的導致歌手 一個成功的音樂人 一個成功的父親 家裡一定要有一台鋼琴 你看看周杰倫 你看看蕭敬人 來 來為大家彈奏一曲 我要跟大家介紹一個 我最後悔的 整個家我覺得 最累贅的一個 拿一個你最喜歡的娃娃給我們玩好不好 那我們就送一個 要求你的娃娃 就是 差不多抽獎了 太柔了 不是你的 你這樣應該可以了嗎 嗯 耶 在這個優美的旋律跟節奏當中 就讓我的一段新歌 為這個影片做個ending吧 這是一首悲傷的歌